好的 今天又吃好料啦 陶板屋 那我們點了一個套餐 然後一個便當 然後再加上加點的濃湯 那我們就來開箱看看囉 來看裡面有什麼吧 第一個 這一個是什麼勒? 三角飯糰 套餐的 海陸雙拼 也是一樣用鋁箔紙包著 有這個 魚肉 還有魚肉 香柚醬 沙拉 裡面還有飲料 drink 雖然我在網路上預訂的時候 我有特別備註說不要餐具 我們來看便當 欸他一樣也有附餐具 所以我的甜那個 不附餐具根本沒有用 一樣王品集團的越是艱難 越要吃飯 才有力氣 增在一起 然後我們點的是牛肉的便當 所以這是牛肉 然後有這個 五格的菜 南瓜濃湯 欸為什麼南瓜濃湯會有兩個 第一個是茶碗蒸 喔茶碗蒸 還有狗狗 茶碗蒸 好 這個是茶碗蒸 然後還有南瓜濃湯 好 開始啦 這個便當是240塊的 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他的菜色 他是牛肉便當 牛排 牛肉 牛肉 陶板屋 他牛肉上面已經撒了一些氣味 有一點提味 然後牛肉也非常的嫩 下面的飯 吃個飯 他飯有沾到牛肉一些醬汁 很好吃的 這個牛排牛肉 挺嫩的 這是幾分熟我也不知道 看起來 看起來已經接近9分 9分會短 還蠻熟的 可是很嫩 來吃吃看 他的菜 會甜蜥的秋葵 秋葵的味道就普通 沒有特別調味的感覺 然後 花椰菜 這花椰菜的味道也是 感覺起來是水族啦 沒有特別調味 這個應該是 炸柳葉魚 吃看 嗯 炸柳葉魚 免法這種外帶 他已經沒有酥脆的感覺了 還反而有點濕濕潤潤的 口感上面來說 我覺得沒有到很好 但味道就是大柳葉魚 味道還行 蓮藕 這個蓮藕感覺是有點醃漬鍋 淺淺的 這應該是地瓜 這地瓜 應該就是用蒸的啦 他地瓜本身 本身澱粉的甜味 乾脆就這樣 香菇 這個杏鮑菇的味道 他是有做調味的 但他調味也不知道很重 黑胡椒的調味 簡單是調味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脆脆的 不知道什麼東西 感覺像蘿蔔乾的東西 然後上面有撒一點柴魚粉 柴魚片 就是你親身也知道 清脆的聲音 然後這個 炸豆腐 炸豆腐挺不錯的 炸豆腐的調味 感覺是有點點微微的辣 那他裡面的話 本來蠻軟嫩的 但是一樣 他炸的外皮 就是沒辦法 炸的外皮還是有點濕濕潤潤的 沒有很酥脆 這就是便當的菜色 240塊 我個人認為 可能有點小貴了一點 因為他的 牛肉也4塊嘛 他的菜是很多樣化 但是他的分量偏少 如果以便當的概念 是要吃一餐的話 240塊 嗯 小貴 但是還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 畢竟他是 網民集團嘛 還OK 好 我們來吃吃看 套餐的部分吧 好 接下來我們來吃吃看 套餐的部分吧 這個 首先是沙拉 沙拉應該就沒什麼特別的 那 剛剛已經有把醬 丟下 加下去了 來吃吃看 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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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醬很酸甜 很開胃 對 那除此之外 這個就是吃草啦 就是你有特別喜歡吃沙拉的話 這沙拉 不難吃 味道還可以 下先吃 這種酸甜的醬很開胃 好 再來是雞肉炸飯糰 他偏偏還有這種 葉子也可以吃 先吃吃看葉子 沾灘這個感覺是蜂蜜皆末醬 吃嗎 對 蜂蜜皆末醬 來吃吃看炸飯糰 可是這種炸的東西 經過長時間的話 他的外皮其實就不會酥脆 這是點炸物外送的話 外帶的話 一個缺點 雞肉炸飯糰 加點 這是套餐的 一本早上 整體而言 我覺得沒有太多的特色 就是 雞肉味 然後 他的蜂蜜皆末醬的味道 口感跟嚼勁來說 我覺得沒有特別的有特色 組裝的一道理 好 這是雞腿排跟魚排 雙煮餐 吃吃看吧 吃吃看雞腿排 雞腿排 雞腿排 蠻嫩的雞腿排 然後感覺也是 上面有這個氣味粉的調味 他的調味是不是都偏清淡 就是沒有到說很中火 好 再來吃吃魚排 哇 魚排 嗯 魚排 我覺得好像就是這樣 就是他的調味就是差不多這樣 沒有很重口味 很清淡 然後七味粉 的 第一層的味道進來 然後口感就是 魚肉的口感這樣 再來喝濃湯 喝喝看 南瓜濃湯 裡面有香菇 南瓜濃湯 味道就是南瓜濃湯 再來看一下 這個 茶碗蒸 給大家看一下茶碗蒸 茶碗蒸 這應該就是茶碗蒸的味道了吧 39元 茶碗蒸的味道 加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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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喔 嗯 他拌湯的調味都比較清淡一點 好 那就介紹完啦 我們就開吃吧 吃完之後再來做結尾 對 內飾跟西姊醬也差不多 魚肌 套子的 那因為我們這樣吃 雖然說有折價券啊 然後 有優惠 然後還有在 然後我們在賴購物上面買那個 買那個券 所以一個人這樣吃下來 我們大概一個人算250而已 就還算便宜啦 就以吃這種西餐來說 是超級便宜的狀態 但是250的話 這個range又很多了 就是250的話可以去吃 家裡附近外帶的那種 義式料理啊 就是那種簡餐系列的 其實也是一個選擇 就如果以這種便當或是 那種套餐來做 分類的話 其實選擇有很多啦 那我覺得這個CP值 也不會說到特別的高 但就還可以接受 如果你想要嘗試一下的話 是ok的 好ok啦 來做一個總結 那這次淘版屋呢 我們買起來 吃起來是相當相當相當的便宜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網品的活動 是有滿599 可以直接摺100 或者是直接摺85折 就是二選一就對了 就等於說如果你買 沒有滿599的話 你就直接選85折 如果你有超過599 當然是折100比較划算 但是呢 如果你超過1000 但是又沒有 沒有到1198 就是兩個599的話呢 也是85折會稍微划算一點 好 那總而言之 我們買下來 套餐369 便當240 然後我們加購了茶碗蒸跟南瓜濃湯 南瓜濃湯49 茶碗蒸39 所以總共加起來是697塊 然後又因為現在的活動的話呢 他變成597塊 那我們去LINE購物上面 買了網品集團的券 只要花499塊 就可以買到599元的券 等於說我們這一餐只花了499塊 就有這樣子一個套餐跟一個便當吃 那我個人覺得以 如果你這樣子買 有LINE的購物回饋啊 然後有買他的券啊 然後有他現在的活動的話 是相當的划算 相當的OK的啦 就是可以去嘗試看看 但是整體口味來說 我個人覺得沒有到說 特別的令人驚艷的感覺 但是就是 欸 嘗鮮嘛 還是那句老話 現在保育期間在家裡 哇 工作了一整天 工作了一整個禮拜 那可能是在家工作 那難得去嘗鮮一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重點是折扣這麼多 活動這麼多 挺便宜的狀況下 非常推薦大家去嘗試一下 好的 這裡是很熱真生活 讓我們一起很認真生活 那用心的體會 生活中的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囉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